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我是BOSS 今天又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话题 咱们要来好好聊聊最近公布的9月份全国各大城市房价的新数据 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了0.5% 这个降幅相比上个月扩大了0.2个百分点 再瞅瞅这几个华南、华北的城市 北京、广州、深圳,哇,这跌的可真是够狠的 北京降了0.7%,广州0.9%,深圳更是达到了1.0% 但上海那些有钱的炒房大佬倒是把价格撑住了 还逆势上涨了0.6% 乍一看,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这不就是几个百分点的小波动吗? 0.5%,1.0%,这跟股市比起来看着也莫多大事啊 但我要提醒大家,别被这些数字迷了眼 背后反映的经济问题可比这些表面上的数字要复杂、严峻得多 今天,BOSS就要带大家来申巴一下这数据背后隐藏的危机 来看看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到底有多不乐观 首先,房价下跌其实事关重大 这不仅仅是几个城市的个别现象 而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势所趋 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波动,往往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更大的连锁反应 大家都知道,房地产曾经是中国经济的压仓时 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财富都绑定在房子上 2000年以来,房价一路暴涨 不少人靠炒房发了大财 可现在,这艘房地产巨轮似乎终于要沉底了 我们来看看具体数据 2024年9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了4.7% 北京下跌了4.6% 广州更是达到了10.3% 深圳下滑了8.6% 这可不是小事 群众的财富在缩水 市场信心在减弱 这一切都说明,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多层面的 那么,进一步分析背后的经济问题 我们会发现,这不光是各房市危机 还暴露了中国经济当前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大家还记得不久前的住房不炒政策吧 这可是中国政府多次强调的口号 但政策放出来是美好的 问题是,之前的房地产泡沫早已经累积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 过去的20多年里,房价翻了近10倍 投资者蜂拥而至 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产业 买了不住炒着玩 地方政府和房企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 拼命推地,盖楼 这可不就是越来越泡沫化吗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大部分家庭把大部分资产都压在了房子里 房价看似在涨 实际上只是资产泡沫越积越大 而现在,这个泡沫正在破裂 房价的下跌直接导致了居民财富急剧缩水 尤其是按揭房 当房价跌破贷款本金时 房主就进入了所谓的负资产状态 简单来说 人们欠银行的钱比房子值的钱还多 按揭压力巨增 因此,当前的情况就是 过去几年,房价疯涨的泡沫正在爆破 而爆破带来的正是家庭财富的疯狂争搭 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层次问题 过去十几年 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之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采取高举债促投资的策略来刺激经济 在这一模式下 地方政府疯狂卖地 地产商疯狂盖房 老百姓疯狂买房 大家都好像在玩一个永不落幕的资金接力游戏 但游戏走到今天已经玩不下去了 为什麽呢 因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改变了 咱们的老套路已经过时 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逐渐失去动能 人口增速放缓 消费疲软 经济转型进度也不理想 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空前 而房地产作为老引擎已经不再发力 反观至今年 城市化进程的放缓 人口红利的衰退 以及年轻一代购房需求的持续下降 这些结构性问题叠加在一起 导致了需求端的疲软 而供应端依然过剩 简单来说就是你再盖再炒 该买的都买了 默人接盘了 而且从资本市场来看 房企的融资环境也越来越严峻 资金链紧张 很多中小型房企 甚至已经濒临破产边缘 有数据未证 2024年上半年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基同比下降了6.3% 销售额下降了11.5% 这种需求的萎缩直接揭示出来 房地产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持续 推动经济增长了 增长模式底层结构的问题终于浮现 房地产的高光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说到这 我还想跟大家聊聊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 你们知道吗 地方政府可是过去几十年最大的房地产推手之一 土地财政这个词儿 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吧 地方政府靠卖的赚钱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美化城市拉升地价 然后再把地卖给房地产商 这简直就是各财政自我循环模式 可是这个轮子早已经开始颠簸难行了 随着房地产交易量持续下降 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在大幅减少 根据统计 2024年前三季度 国内多个城市土地出涨收入普遍下滑 超过八成的地区土地出涨收入同比下降了20%以上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流拍现象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债务却不减反增 这样的财政局面 无疑让当的经济雪上加霜 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偿还压力 很多地方政府拼命发债 甚至借新债还旧债 但这无异于引证之可 资金的枯竭意味着 未来基建和地方投资的能力大幅下降 进而削弱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 早期依赖房地产和基建的经济发展模式 已踏入死胡同 这也对整个经济大局造成了深重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降温 不仅对一个行业造成打击 也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中的消费需求 房地产与多个行业息息相关 比如家电 家居 装修和建材等 当人们对房价失去信心 不再购买新房 这些配套行业同样会受到影响 进而拖累整体消费市场的表现 再看看当前的经济环境 物价上涨 收入预期下降 社保和养劳体系尚未完善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 直接导致了内需疲软 中国的消费者依然仅仅捂住钱包 不愿意买买买 尤其是上一代靠着买房赚钱的人 已经感受到房市这个提款机失灵了 投资房产的回报率不再像以前那样吸引人 这直接打击了市场信心 有数据显示 2024年第三季度 中国的社会消费品营售总额增长放缓 同比仅增长1.7% 许多行业表现乏力 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家居和家电行业 销售额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趋势 这说明了市场需求萎缩的严重程度 消费者无论是购房还是购物 意愿都大大减弱 未来的经济增长面临巨大挑战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房价的大幅下跌 导致了亿万家庭的财富缩水 心理上的压力进一步抑制了消费 更重要的是 很多家庭的杠杆率过高 银行贷款压力大 加上持续的经济下滑 就夜市场的不景气 大家对未来缺乏信心 对于个人来说 今朝有酒精招碎的消费行为 早已成为了过去式 取而代之的 是节衣缩食 存钱自保的保守策略 这进一步 加剧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内需不足 接下来 让我们谈一谈这次房价下滑 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巨大压力 中国的房地 产是常与金融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 可谓是命运共同体 当房价下跌的时候 银行系统同样至深于风险中心 首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房价下滑 会让银行紧张 中国的银行 夜长期依赖于房地产 抵押贷款 老百姓买房子 通常要向银行贷款 银行则以房子作为抵押品 因此 当房价上涨的时候 银行能够受益 抵押品的价值上升 风险降低 贷款也可以顺利收回 但当房价开始下跌 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抵押房产的价值缩水 银行的贷款风险急剧上升 你看啊 信号信号根据统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 贷款占到了银行总贷款的 至少4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信号信号也就是说 房地产市场的任何风险波动 对中国的银行系统来说 可能就是一场滔天巨浪 另外 若房价进一步下跌 大量买房者的房屋 将进入负资产状态 这部分业主会选择断供 与银行翻脸 即停止偿还房贷 因为偿还的房贷远高于房子本身的市场价格 这样一来 大量的坏账将出现在银行的账面上 而这可能会引发一整套连锁风险 进而波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最近今年的房贷违约率已有所上升 比如 2023年底 四大型的房地产相关贷款不良率 徘徊在2%左右 而一些中小型银行的不良率 甚至达到5%至6% 此外 许多大中型城市爆出法开房源急剧增加 多数沦位建价拍卖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仍无法帮助银行回本 再来看看 负债极高的房地产开发商们 从2021年开始 恒大 融创等大型房企 陆续出现了财务危机 债务违约现象层出不穷 这也影响了中国的企业部门 整体信誉和资金链条的稳定性 很多开发商现在都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银行业和资本市场 在应对这一系列乱象时 难免会受到关联风险的波及 房地产的危机 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经济疲软的缩影 它强烈折射出了经济在转型中的阵痛 那么 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增长路径 又该何去何从呢 长期以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能够持续火爆的原因之一 在于庞大的人口红利 和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 但目前这两个因素都在发生显著变化 首先 近几年 出生率和人口增速的持续下降 让中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的阶段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2年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未复0.6% 人口总数首次出现负增长 人口减少意味着 未来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会萎缩 特别是在一线和二线城市 高房价的支撑基础已经动摇 而随着中国年轻一代生育意愿降低 养老压力加大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长期抑制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导致价格持续回落 中国政府多次强调经济结构的转型 希望摆脱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度依赖 转向创新 科技 消费驱动型的经济 但遗憾的是 纵观过去几年 经济转型的步伐明显迟缓 未能成功搭建起足够强有力的新兴产业来支撑增长 例如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增速低于预期 很多企业的研发投入 也因金融环境的收紧而减少 在全球供应链格局变化下 许多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尚未充分发挥 而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传统制造业和低端架工业 这意味着 如果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无法取得有效突破 那么 未来的经济增长空间将面 临延重受限的风险 最后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债务压力 无疑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另一个隐忧 国内外多家机构预测显示 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而中央政府储备政策工具的空间在被不断挤压 虽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但过度依赖债务增长无法长久 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 从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到背后的深层次经济问题 再到对中国经济长期路径的反思 回头看 房地产暴跌 其实只是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冰山一角 房地产泡沫的积累 债务压力的上升 人口红利的削减 再加上全球需求的萎缩 这些问题再不彻底解决 未来的经济只会走向我们无法想象出最糟糕的方向 说到这里 大家是如何看待9月份全国各大城市房价的新数据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